你好 欢迎收看4月1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慧 花联地检署11号中午发布了最新的讯息 说明0402泰鲁格号列车翻覆事故正确的死亡人数下修为49人 其中案发现场发现的遗骸组织原本是列为无名师 但经过详细裁检DNA检验4月10号完成比对 比对结果都属于上开49名的罹难者 而且都已经通知家属领会处理 花联地检署表示 0402泰鲁格号列车翻覆事故发生后 现场采集到很多残缺遗骸 因一时无法辨识全部编为第50号 暂时列为无名师 经过裁检DNA检验 4月10号完成比对 比对结果都属于其他49名的罹难者 已经通知家属领回 没有新增罹难者人数 案发后的初期 本署将已经巡获 而未经认领的遗骸组织列为疑似无名师 为求慎重 法医师在遗骸以及组织的各部位 多次详细裁检DNA检验 比对结果已经陆续出炉 之后就通知家属 目前已经交由家属领回来处理 华联地检署表示 韩外籍人士在内已经全数核发 香烟尸体证明书 遗体都已经由家属领回处理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